而以色列對黎巴嫩的攻勢呢 現在瞄準的不再只是軍事設施 而是金融相關的據點 以色列呢 他們是對黎巴嫩的兩個地點 來發佈了撤離令 一個是位在貝魯特南部的達西耶 另一個是東部地區的貝卡古地 而撤離令發佈之後過了沒多久 附近的區域至少十個地方 就傳出了爆炸聲響 因為以色列展開了空襲行動 這個區域其實有蠻多所謂 跟真竹黨有關的金融機構 它的運作方式比較像是一個協會 那總共呢 在以色列的 在黎巴嫩全國呢 是有35個分行 裡面有ATM 當中有15個呢 是位在這個首都貝魯特附近 還有人口比較稠密的區域 那我們要來特別強調 這個金融設施金融機構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都知道真竹黨背後呢 是由伊朗勢力在支持 其實資金都是從伊朗匯入黎巴嫩的 所以整個流程比較像是呢 伊朗呢他們會這個有編列預算 然後呢透過呢這些資金呢運到 呃先換成美元之後呢 再運到黎巴嫩去 那這個金額主要是呢來支付 包括像是這個軍事基礎建設啦 或是呢工作人員的薪酬等等 所以有個數據就說呢 黎巴嫩真主黨的武裝人員他們的平均月薪呢 是500美元左右 那真主黨人也不少 那包括呢要這個製造生產武器啦 儲存武器等等這些費用加一加 估計每一年呢真主黨這個金融協會 他們經手的現金呢 可能會有數億甚至達到10億美元這麼多 那當然以色列現在呢 他們其實跟美國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 再有新的軍員已經正式到來了 就是美國要提供以色列 薩德飛彈防衛系統 已經正式運到以色列去 那估計呢會有100多名的美軍 在當地來協助以色列軍隊來做相關的部署 希望能夠呢來對抗伊朗 那這個飛彈防禦系統呢 其實他跟另一個很知名的系統愛國者是互相互補的 而且比較起來 其實他的防禦範圍更廣 可以攔截150到200公里範圍內的目標 那至於另一個呢是好像以色列 我們都認為是比較這個 標杆標誌性的鐵窮防衛系統呢 薩德跟他其實可以算是相輔相成 兩個加在一起 他的防禦範圍呢會變得這個更完整一些 那可以降低呢比較遠距離的傷害 可以從更高的高度來進行防衛 所以呢對以軍來講 這也是打了一技的強心針 不過回到跟黎巴嫩的戰場 黎巴嫩真主黨一直都有在對以色列發動反擊 像最新一步的攻擊是針對以色列北部 發射了200枚的火箭彈 真主黨近200枚火箭來襲 以色列北部冒出野火 煙霧瀰漫 多條道路關閉 真主黨就是為了報復 前一天晚上的這場空襲 你能看到這建築墜落 空襲也攻擊 北部冒出野火箭 以軍空襲貝魯特南郊 靠近國際機場旁邊的這棟建築物 原來以軍的目標其實就是真主黨的小金庫 以軍摧毀了黎巴嫩境內多座 布哈馬斯領袖辛瓦生前一度西家貸卷 躲藏在加薩甘尤尼斯的地道 後來辛瓦一家逃跑 以軍在地道內繳獲了上百萬美元 辛瓦也不是窮得只剩錢 桌上放滿高檔香水 還發現聯合國援助的口糧物資袋 雖然不能證明哈馬斯有扣留物資 但是顯然辛瓦一家就算逃難 也不願意跟加薩百姓同甘共苦 體會全送我們報導 烏俄戰爭的最新消息是烏克蘭呢 又派出了無人機 在夜間空襲了俄軍的兩個據點 第一個呢是在這個 立佩茨克軍用機場的儲存設施 另一個呢就是一個軍用火藥的製造商 那俄軍的回應是呢 他們其實已經有成功攔截到這波攻擊 當下呢是攔貨了110架的無人機 但是呢傷害還是已經造成了 因為在這兩個地點附近的居民都說呢 當下有聽到大的爆炸聲響 而且呢冒出了白煙 甚至在距離很遠的地方都能夠清楚的看見 現在烏俄戰爭的整個局勢呢 很多人不斷的西方國家在對俄羅斯來施加 制裁跟出口管制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防得這麼嚴密 甚至連台灣都被認為呢有一些 這個軍有一些機具啦 或是電子產品流入俄羅斯來幫助他們的軍工業嘛 這是一份烏克蘭最新的調查就講了 台灣的工具機半導體等等 在開戰之後直到現在兩年多過去 還是持續在流入俄羅斯 那有的時候不是直接的 而是透過第三地洗一個產地 進口到俄羅斯去 所以其實他就分析說 台灣不見得是明知故犯 畢竟呢很多的管道可以讓俄羅斯呢 繞過這個西方的制裁 來取得這些技術 因為在戰爭爆發之後 當地的軍工業需求變得非常大 俄羅斯自己本身的廠商 沒有辦法滿足這樣的需求 那跟別的國家想要做生意往來 又受到西方制裁的限制 導致他們必須要透過各種的管道 想辦法來取得自己需要的產品跟技術 那除了台灣之外呢 包括中國大陸 香港土耳其跟阿聯都被控 是不是有在暗中呢 來幫忙俄羅斯壯大他們的軍工業 那另外就是北韓 似乎也在這個戰爭當中參一角了 因為南韓的國情院就發現呢 他們非常斬釘截鐵的說 確定北韓有派出一千五百名的官兵 到俄羅斯遠東地區來受訓 那這陣子這個消息傳了大概一個多星期 但平壤方面呢 其實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官方媒體也幾乎沒有任何的報導 好像想要冷處理 一直三間齊口 不過韓聯社呢 他們是認為呢罪證確鑿 所以北韓呢 其實難辭其咎 你想要擺脫關係都非常困難 因為呢很多的影像就已經告訴你呢 事實證據都擺在眼前了 而且還有訊息顯示 北韓派的不是一般的官兵 他們派的是最精銳的暴風軍團 那除了出人之外也幫忙出力 甚至呢還向俄羅斯提供大量的致命武器 軍人排排戰 亞洲面孔士兵向白人軍人接手物資 沒錯 北韓和俄羅斯部隊同框畫面曝光 俄國軍人一句別跌倒 甚至就是韓文 這是烏克蘭軍方戰略通訊 與資安中心當地時間18號釋出的一段影片 稱北韓軍人正在俄羅斯 謝爾蓋耶夫斯基訓練中心 準備前往烏克蘭作戰 韓聯社表示無法核實影片的真實性 不過國家情報院確實藉由衛星圖拍到 俄羅斯的北韓特種部隊士兵動向 南韓國家情報院報告 預計不久後俄羅斯還要運送第二批北韓士兵 而知情人士分析北韓決定派遣最精銳的特種部隊 暴風軍團共四個旅約1.2萬人 兵力全力支援烏爾戰爭 同時北韓還被發現向俄羅斯軍隊 提供大量致命武器 國際情報院分析北韓提供的砲彈數量超過800萬枚 包含烏爾戰場上被發現的 KN23短程彈道飛彈 至於南北韓之間的緊張 這回又要升溫 北韓宣稱已經掌握南韓軍方 侵犯主權的證據 透過朝中社公布無人機殘骸照片 再度威脅南韓 如果發現任何進一步入侵 將會採取報復行動 TBS新聞綜合報導